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就像世界上存在权力法则一样,也存在着金钱法则。 一般来说,这些法则的存在是为了指导我们如何与金钱打交道,并最大限度地利用金钱为我们服务的各种方式。 在本期节目中,我将分享你现在需要了解的四条金钱法则。 法则一,收入法则。 你应该明确知道的第一条金钱法则是收入法则。 收入法则涵盖了可以增加收入的不同赚钱机制,包括如何打破收入壁垒,比如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收入法则的目的是让你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收入。 这些收入可以提升你的资产净值。 首先,拥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你实现财务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你的日常工作它构成了你所有财务目标的基础,包括储蓄、投资、房屋、保险和提前退休。 这个收入来源很可能来自你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无论是会计、医学还是IT。 此外,这种类型的收入通常更稳定、更可预测。 在特定的时间支付给你,你会在每月甚至每周得到这部分收入。 你将获得扣除税款的五险一金之后的收入。 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收入与你投入工作的小时数直接相关。 第二类收入是被动收入。 理想情况下,你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或精力来赚取被动收入。 你只需要把钱注入投资工具,让钱为你工作。 最好的一点是,被动收入与工作量无关。 这意味着,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收入。 例如,如果你拿钱购买房产,那么租金收入就是被动收入的完美例子。 无论你是否投入大量精力,你都会获得每月的租金收入。 这同样适用于购买股票或政府债券。 除了主要工作之外,还有可以获得被动收入的在线业务、音乐版税和银行账户赚取的利息。 你也可以从兼职中获得收入。 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从事这类工作。 例如,在你的网店销售产品,开网约车等。 你开始这类收入的关键是,它们为另一种类型的收入铺平了道路。 我们称之为利润收入。 这种类型的收入来自于很好的利润销售你的产品或专业服务。 想一想在亚马逊销售珠宝并获利,或为他人设计一个网店。 通过这些类型的副业,你可以按小时向客户收费。 有了这些类型的副业,你就不会局限于能挣多少钱。 因为收入是不固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开始你自己的事业会给你的财富积累之旅,增加巨额财富。 实际上,朝九晚五的工作会减缓你的生活节奏。 这类工作需要太多的时间,以至于你几乎没有时间做任何其他事情。 而这样的工作让你很难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除非你最终愿意放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你将不得不完全依赖于你的月薪。 每月留下一点钱来存储还债和投资。 通常公司会在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提供高薪和福利,把你吸引到这个系统中。 你将每周投入超过40小时,并错过和家人度假的时间。 其次,升职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你无法随心所欲。 如果你的老板决定提拔别人,你就无能为力了。 记住,有些公司不会为你花在给他们带来巨大效益的额外时间付费。 因此,如果你一年挣5万美元,那么如果你每周工作40小时,也就是每小时25美元。 假设你有三周的假期,假设你每周工作50小时,那么你的每小时收入就会降到20美元。 老实说,你最好每天花费4小时在自己的事业上,而不是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对你的额外努力,毫无回报,除非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 固定时薪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你如何确保自己的收入呢? 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没有捷径可以让你获得最大的成功。 在你朝九晚五的工作中,如果你觉得自己值得加薪,就要求加薪提高你的技能,并将其用作确保晋升的杠杆。 如果这些技能不起作用,那么就寻求新的工作机会,这将大大增加你的收入潜力。 首先,提升你的学历,或者通过更多正式的方式提升你的技能。 接下来,对薪酬进行彻底的研究,了解什么因素会让你坐在工资谈判桌前,使得雇主为你的职位付钱。 最后,永远不要低估谈判的力量。 即使是月薪中最小的差额,为额外的一百美元进行谈判,也会给你的储蓄带来奇迹。 法则二,储蓄法则。 事实证明,将收入的10%储蓄起来的人有更高的机会,更快地实现财富自由。 当然,储蓄是你能给现在和未来的自己最好的礼物。 无论你是否拥有固定的薪水,每个月都要从你的总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存储下来。 储蓄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在经济困难时可以依靠的缓冲,而且还可以为你的投资提供资金。 拥有一定的储蓄会让你更有底气,让生活更加轻松自在。 没有什么比知道你在某个储蓄账户里有一笔未动用的5000美元储备更好的感觉了。 那么,有了这些好处,你怎么才能存更多的钱呢? 秘诀是自动化创建一个系统,把你的收入存入储蓄账户。 储蓄是你为自己辛勤工作赚取收入而支付的报酬。 拿出一部分收入付清当月的账单,一小部分用来娱乐。 如果你这样做,那么省下10%的收入,甚至更多就不会觉得吃力了。 一旦你习惯把10%或更多的钱存起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可以轻松地缩减预算。 另外,积极应对一些储蓄机会,这适用于朋友赠送的礼物。 这些礼物可以换成现金,将该款项存储到你的储蓄账户或货币基金。 利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节省和赚取每一每分。 另一个储蓄小技巧是,有目标的实施储蓄计划。 你很容易沉迷于节俭,拒绝给自己一些娱乐。 即使你没有目标要实现,也不要让你的储蓄躺在银行账户里而没有任何用处。 如果你没有短期的财务目标,你可以为长期的目标储蓄,如退休,拥有一套房子或为你的孩子支付大学费用等。 最后你必须采取行动。 梦想着银行账户拥有一百万美元,却不行动,终究只能是梦想。 你必须去工作、挣钱、制定预算并积极寻找持续储蓄和增加资金的方法。 最好的开始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马上开始将比那些拖延时间的同龄人更早达成储蓄目标。 因此,今天就开始把收入的10%存储下来。 你可以为此目的开一个特别账户,并以对待房租和抵押贷款,同样的严肃态度对待它。 你也要做一个终生学习金融知识的人。 你永远不会停止学习,以储蓄和投资为主题的书籍,订阅财经杂志增加你的知识,参加短期课程,教你如何成为一个自律的储蓄者。 这些可能不会立即得到回报,但当你退休时,杰出的果实将是成熟和甜美的。 你可以加入对经济域交流社区,这是一个聚集大量优秀年轻人的社区。 你可以谈天说地,抛砖掩域,集思广益。 网络社区涵盖各种主题,包括如何经营YouTube,如何网络赚钱,如何个人理财等。 社区还会不定时分享福利,例如免费课程,电子书,软件等,办你前行,助你成长。 点击视频下方信息栏里的链接免费加入,期待和你在这里相遇。 法则三,帕金森定律。 你听说过帕金森定律吗? 它最初是由英国作家希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提出的。 这项定律解释,在工作能够完成的实现内,工作结果交付会延长到截止时间为止。 这条定律是拖延的最好解释。 例如,你很可能会等到项目的最后期限,即使你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它。 帕金森定律指出,支出总是会增加以符合收入。 更简单地说,你的消费习惯会改变以适应你赚取的任何额外收入。 这被称为生活方式通胀。 生活方式通胀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 一部分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都在努力存钱。 即使他们的收入猛增,但大部分情况是,人们在得到一份工作或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后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会买辆车或者搬到一个豪华的社区,甚至可能让他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学校上学。 如果你对储蓄有足够的热情,你就会意识到所有这些变化都会成倍地增加总开支,最终会耗尽他们的薪水,让他们没有可省下的金钱。 如果你想获得财富自由,就要像富人一样,掌握延迟满足的艺术,要求自己不必马上满足欲望。 你需要每个月向你的退休账户中存入额外的一千美元,而不是升级到一个需要额外支付一千美元租金的房子。 而租金是你退休账户的一项之初,资金的复合回报将会给你带来的巨大好处,额外的一千美元将在几年内滚雪球般地变成你的一笔财富。 法则四,上限法则。 你现在应该知道的最后一条金钱法则是上限法则。 这条定律指的是自我破坏倾向,一旦我们达到目标,它会使我们放松,因此上限就是你舒适区内的极限。 一旦我们大多数人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忘记更大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之外。 上限定律可能是由自我限制的心态推动的,这种心态让你相信成功是一个固定的目标,然而成功是一段永不停歇的旅程。 如果你想从这种错误的心态中挣脱出来,那就从每次达到目标时都定下新的目标开始。 例如,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达到了数学考试的目标吗? 你是在那之后停止学习了,还是为下次考试设定了新的目标? 也许你不是后者,恭喜你。 对于你的财务目标,你应该采用这个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在工作中得到提升,开始考虑留下一个项目来补充你的新收入。 设定目标并走出你的舒适区是打破自我设限并取得财务成功的唯一途径。 这四个方面就是你现在需要知道的金钱法则,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掌握所有这些法则,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的财富自由之旅更加顺畅。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对金机遇,喜欢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更多精彩我们期待与你分享。